痛斥说这已经严重违反就业服务法 高层市劳工局应该要介入调查才对 那这个三信的总机怎么讲 因为这个总机是讲说 他刚刚去参加造势活动 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认为这样的场合有助于拓展业务 高层的话是没有回应 另外三信员工就爆料说 三信已经连续三周在周休假日期间 动员全体行员去出席蓝营的竞选活动 12月10号是前往高雄巨蛋 参加马总统也出席的中纲40周年联欢会 18号是到了凤山去参加马英九吴敦义 共同出席的高平鹏明代季劳工后援会造势大会 昨天则是到了古山参加国民党立委候选人 罗世雄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员工就说三信体系的员工大概三四百人 要不是公司强迫 谁想在周休假期被动员去造势大会呢 好民进党高务市党部副执行长叶建德就说 如果国民党向企业施压 要求动员员工来冲场面 虽然造势的场合看起来人气很旺 但被动员的员工势必心生不满 选票反而流失的更快 也就是说现在是不是马英九的场子 有很多都是动员来的 那其实如果这样的话 对他们来说是不利的 而且还传出说有的时候 马总统这个主角都还没有到 但这些人已经吃完便当了 想说好先快想好了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有反效果的 好这部分我要请教一下 刚刚到现场 这个前民进党台中县党部主委郭俊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国民党的动员 四年前跟今天有一个天壤之别 四年前我曾经特地去看 国民党一场 在台中洲际棒球场旁边的造势活动 那这样叫做抢抢棍 四五万人的场合的时候 完全不必动员 真的是自动去的 因为我们看环中路也好 崇德路也好 到处都塞满了自用的车子跟摩托车 但是成绩何时 我跟各位报告 不止这样子 云林前一阵子 马英九下去斗六 包括云林有两个国立的大学的时候 都被要求动员 刚好我小舅子她的太太 也在那间学校在服务 那原本因为她真的是有事情 因为假日她真的有事情 不方便去参加 要不然她也愿意配合系主任 后来系主任也是要硬拗 因为校长是很挺马英九这样子 人家的假期的时候 还要动员公务人员去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已经公司不分了 那我个人也看到就是说 我们这一阵子的选举的时候 国民党的动员是透过 不论是农会系统也好 区公所系统也好 到处都在拉人 那这样子你动得了人 你动不了心有用吗 我们在这里要请教国民党 国家的资源 我们很多的社团 农委会一补助 就是补助个几百万到农会去 农会看到这几百万下来 当然要配合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农会 它是很行众中立的 他觉得就是说 国家资源就是国家资源 你是要补助我农会系统的话 你是要我来协助我们农民 可是我们看到国民党的行政 我觉得国民党有改变吗 马英九执政四年 国民党过去所作所为 完全没有变 因为我们在第一线 我们自己在参选 所以哪些是我们的支持者 我们支持者很多 被动员 被民党动员去参加 他们的造势活动 结果他们说 很多人真的是 因为马英九 通常总统候选人到场 都是大概要接近结束的时候 对 那一下子 一半的人都要离席的时候 那种场面真的是不好看 包括我也看到 国民党去动员了很多人 三千多人 去参加一位立委的候选人 在我们那个选区 立委候选人的场子去 结果也是一样 接近中午吃饭之间的时候 大家都走了 那这个场面的时候 基本上我是觉得是不好 太多人是被动员了 那我们看 为什么小英 包括昨天 深夜 而且又寒风刺骨 在中立那一场 不只是在中立 到处包括台东 花莲 我相信全民大家都看到一个现象 只要小英会到 场子决定很热 那我们立委动员得了吗 我们实在是动员不了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不动员 民众会骂我们 诶 串英文要来 你们总裁好串英文要来 你没人抗 所以这个场合反而变成 我们会被迫要求 就是说因为有的选民知道说 诶 不在我们的选区 比方说我们毯子戴 我们隔壁的选区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机器才会说 诶 祖宗明啊 你没得到抗一台油 咱车给我来去 所以那种场合变成是 选民要求我们配合他们 所以我们有这种例子 好 联谊员 那高雄是不是真的有很多这种 就是蓝营啊 或就是说去动员这些 其他比如说三星啊 或是一些企业的这样出席 造势大会的状况 是 刚刚过言讲的是这个学校的系统 公立学校的系统 那我听到的 我看到的是什么 有确切证据的 像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里面员工也是 这都有见过报的 事实上我也收到检举 就是说那个日期都还没到呢 那是他们好像在最后要动员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要所有的这个营业处 要怎么样分派名额 然后大家怎么样去动员 那其次我还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还看到一个这个 前两天这个有一个学校 也是公立学校 那么透过这个学校的行政系统 要求行政系统发很多很多的这个联署书 这个联署书内容是什么 是告诉大家说 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持马无配 这是马无配 那如果说当然你私下去找 你这个个别的关系私下去找 这个没有意见 这个是个人的支持 但是你透过这个行政的系统 那么这样子去处理 那就已经违反这个校园的这个行政中立 那所以其实整个整个看起来就是说 真的跟这个2008年的时候 这个马无那个时候的气势真的差很多 因为马无在200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确嘛 那个时候马英九的确是在 日正当中 对啊 包括像在高雄这么绿的地方 都是他选赢了 那今天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那刚刚那个林发言人提到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林发言人跟这个马英九的这个 好像讲的东西 我觉得都很像 为什么 你讲了一大堆数字 桥梁了 讲一大堆数字 结果 我很简单的问你的部分 问你譬如说 为什么这个房价这么 现在越拉越大 那个平补平补平补 越拉越大的时候 请问一下 让我讲话 因为我刚刚也忍住 我不要 因为我 连包括 像这种在高雄那么明显的这个爱河的诊治的事迹 这个事例 你都要说是 你们都要说是你们的 那这个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那你刚刚讲到说像这个民调的部分 我觉得 我觉得 你看看 我刚刚讲的那个是常识判断 你一个媒体讲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媒体 哇讲 差那么多 那长期以来 那包括像远见被关掉 那像这样的情况 大家不能够对于这样的可受公平的事情 提出一些质疑吗 那你说我们这样就是对于这个什么 台湾的民主没有信心 我跟你讲 我们对台湾的民主是很有信心 但是我们对于某些人在执政之后 给台湾民主的一些强害 包括像您看看 这个动用那么多 刚刚俊宣讲的 你那个一个报纸一个晚报 我就公开讲是晚报 整个几乎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广告 通通都是来自于公务系统 那你这个文官 在这个我们人家国外的评估说 我们可能我们的这个经验会主委 人家评估说 我们可能那个 这个经济成长率 可能要腰斩 变成只有2%的时候 结果你在做什么 结果你在做 对于宇昌案的记者会 这种违反文官 文官中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还有就是 还有造假文件 那还有这个司法办栏不办栏 那媒体整个 办栏不办栏 说错了 那么 几乎所有的这个媒体 我们到现在为止 你看看 有多少媒体是 我算了一下 大约有9成的媒体 真的是倾向来的 那像这种情况 你都没有批评他说 是抢害民主 没有说他对我们这个民主的伤害 结果你现在 我们有公平 然后对于这个民调 稍微讲点话 哇你说我这个是 是对于这个民主没有信心 对台湾的民主要抢害 还有你在说什么 我讲话都是平良心的 我讲话都是平良心的 这句话你有平良心吗 我当然平良心 我当然平良心 你要关键的案件 是不是 栏绿都有呢 关键的案件几乎都是 办栏不办栏 你只要碰到马英九的几乎都不办 副方案 怎么会没有 马英九特别非案 不是经过司法的程序吗 怎么会没有呢 请说话要平良心 那我们讲的几个 三中的案 你说远见被关掉 再问被谁关掉 说话你不要把受死省略之后 来混淆试听啊 远见自己说我要调整内部 什么叫被关掉呢 你相信吗 再来 这个你相信 对嘛 要不要你相信不相信才是重点 我要很好讲 有关于这个案子 但是刚刚讲到这部分 因为我有看了 今天是自由食堡 他说有员工爆料 但我必须说这东西 因为人也没有出来 所有内容都没有出来 因为我们有去查证之后 并没有这样一个状况 好 所以说 而且这很纳闷 中纲四周年联合会 三星要去 我觉得是有点 有点可笑吧 中纲 那你们在高兴没有动员吗 这个部分 我能请动员 我必须坦白讲 大家都当明的 两党都有在动员 都有在动员 但是重点 刚刚讲的重点是 气氛嘛 气氛怎样 我就报告 十八后一天 那我有在现场 十八后一天 超过五万五千人 在高兴市 在凤山那里 总统 从后面大进场 怕二十分钟 很努力 所以有什么 杨秋心的说 说 觉得看到那场 一些种种观察 南部我们选情在回温 所以请不要 我觉得这个部分 这个东西讲 我当时要站出来 我们愿意接受 所以原来是说 马英九的选情 在南部有回温的 这个迹象出现了 透过这个造势大会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听听观众朋友怎么看 马上回来 感谢观众朋友